姐妹们我又入手了一些新的火器印章材料 今天呢咱们来做一期你的配方 这个蜡块金黄金黄的 跟我们普通的不一样 就很通透 期待它一会做出来会是什么样子 然后还有这种做的可精致了 不知道它跟普通的这些有什么区别呢 另外我还准备了非常漂亮的一些雷射纸 以及几枚新的印章 这个图案很精致哦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是春海明月深蓝浅蓝粉色紫色 哇姐妹你这个配色也是太马卡龙 太丝滑了吧 哇好看哎 来刷个敬粉 像是童话故事里的城堡 没住了 实在太令我意外了 第二个星空石子蓝色紫色 然后再加一点银 这个会怎么样呢 到处来看一下 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 在它最后成果没出来之前 你都不知道它会长啥样 就像开门盒一样充满惊喜 感觉跟第一个有点接近啊 那咱们换一个大版颜的配色 来一个陆航的硬颜色吧 橙黄色 然后咱们搭配一点那种透明的珠 看一下会变成什么样子 铺一点雷射纸吧 看一下会是什么样子 期待一下可以 稍微有点不整齐 但还是可以的 我感觉就成全透明的 应该会比较好看 咱们再试一个 这个应该会比较好看 哇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看 再来一个黑色加粉色 看一下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倒出来 这是我们换一个最次的行手法 盖上一个新章 哇 这是我没有见过的配色 我感觉这是一个甜酷女孩会拥有的一个火器 一个字 绝 这边来一个坠落 我新盒深蓝浅蓝 白色加一点金粉 期待一下感觉这个颜色很像那种棒棒糖 哇我好喜欢这种奶蒙奶蒙的配色好看住了 要做就大胆一点 粉色加两个蓝色 这个叫做粉蓝黄配方 咱就是说这个颜色好像还蛮好看的 小心地把它倒出来 我发现这样倒好像比较好 颜色不会混得太混乱 选个银花招 啊天啊 对不起 这样吧 看一下行不行不行再重新做 算了重新搞一个吧 他气死了 做的辛辛苦苦居然被我抠破了 你真是干啥 啥不行 有没有人跟我一样 今天最喜欢的就是这两个 很特别 又很好看